踏入2022年,开市的头两天,行指都市高开低走,幸好,不是整个股市如此,各别发展的情况依然很强,部分股短炒的味道也很强。 没有美知参与的双汤020升到你不信,成交额也很惊人,胆子大家入炒作的散户也不少,现价已经比上市价高出一倍有余,不过,相信更多人只能够吃花生汗热闹,并后悔自己没有申请,很难有胆量再追,昨日,多只内房股炒起,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 跌了那么久那么多,累积的胸仓不少,挟胸仓不难,但是这应该只是短暂的行动,而且相信多数的海民也不会因为股价突然回升而松绑。 展望2022年,最平稳的做法当然是全面依照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论的指示来选股。 2022年中央的工作重点是稳自当头,要稳就要放水,因此,内银股应该可以看好,可以多多放水,借更多钱出去,但是,多加内房企业外账问题至今无法解决。 中央也依然坚持仿住不炒政策,因此,内银也得面对坏账增加的打击。 放水与坏账,一正面一负面,其中,中行3988可能是较佳的选择。 中行是所有内银中有最多境内的生意,也就是说境内贷款的比例相对较少。 因此,坏账也应该较少。今天中移动941A股正式上市。上市价57.500元人民币。 最多可筹得560亿元人民币。 很有趣的是,中移动昨日宣布将大量回购价格远低于内地A股的香港H股。 回购量最多高达10%。这是惊人的比例与金额。难道A股上市所筹得的钱将全部用来回购H股。 推高H股股价追上A股。 。